對 國民黨從來不會讓人家失望 在國民黨好不容易贏下立法院的一母三分地之後 沒想到又開始做內亂啊 內戰啊 謝謝一代國民黨專家 夏彪夏的好 國民黨永遠不會讓大家失望 這句話本來我剛剛已經寫好了 結果現在講過了 這個我要跟大家講 這個這一局是高手過招 大家要仔細認真看 名字是真立法院真副院長 實際上背後真的是什麼 是真未來的黨權 傅崑崎這個是攻擊性的 那個花真的有用 這麼多人沒出席 54個才來15個 過去的韓國瑜是 對這個一隻穿雲劍千軍萬馬來相見 什麼時候搞到今天搞了這個五桌 兩桌都湊不滿 對不對 坐在那邊做困仇承 韓國瑜這時候冷暖自知 才知道真正有厲害的人是誰 花蓮王 我們都知道選舉有這個消極作為 有積極作為還有攻擊性作為 消極作為就是今天韓國瑜的慘狀 我就不出席 我消極抵制 那積極作為呢 就是去送有肥沃土壤的花盆 就是積極作為 還有攻擊作為 朗東名字取得正太好 其餘大戰 傅崑奇跟韓國瑜大戰起來 韓國瑜背後是雲林張家 加上江啟成 對不對 台中紅派 我老夫也不是吃素的嗎 我花蓮王 傅崑奇直接怒噴江啟成 江啟成兩年後就選台中市長 怎麼兼顧副院長 國民黨部分區立委當選人 韓國瑜找立委江啟成搭檔參選立法院長 但同樣有意角逐國會龍頭的立委傅崑奇 在18號直接說 任何人都可以跟韓國瑜搭配 但江啟成兩年後 可能投入台中市長選舉 若擔任副院長未來主持會議 接待外賓以及草野協商 如何調配時間兼顧地方選舉行程 所以傅崑奇這是積極性的攻擊 就直接殺江啟成 而且這三件事情他都要做 直接噴江啟成 都要怒噴 江啟成你英文很好嗎 你憑什麼接待外賓 我傅崑奇英文才好 對不對 多多了 江啟成好歹是劉美的博士 所以我真的覺得傅崑奇 這個是攻擊性的 那個花真的有用 這麼多人沒出席 54個才來15個 現在傅崑奇已經講得很清楚了 你就給我好好去選台中市長 你不要在這邊還在這邊 站著毛坑不拉屎 我來喬 我來處理接待外賓 還有相關的事務 他就把職務都跟你講清楚了 所以我覺得傅崑奇 你說傅崑奇已經分配職務了 職務分配 接待外賓 草野協商 同時會議 不是那是院長幹的嗎 韓國瑜才會擔心夫婦得罪 韓國瑜就幹嘛 喝酒打屁聊天 最喜歡的事情 韓國瑜就好好做你的事情 其他的事務有我 副 這個副院長 我覺得姓副也是蠻 有時候也蠻可憐的 你當院長有一點叫副院長 當總司令有一點是副司令 有一點生不了司令 乾脆 看傅崑奇也委屈求全 你願意當副的啦 好不好 副副院長 那我比較講 過去 韓國瑜今天午飯吃得下嗎 才來十五個 對啊 過去 贈幣一揮 眾望所歸 他可能擺了五桌 他想五十四個人 五十一桌十個人 這樣子很多酸菜白肉鍋是浪費 對 浪費 那個火鍋 沒有人來吃 只來了十五個 十五個人再做一桌半 對不對 大桌一點 十五個人一桌就做 對 韓國瑜說 其他全部打包 全部打包 我們吃一桌就好 其他帶回去 帶回雲林 所以你看過去的韓國瑜是 對這個 一隻穿雲劍千軍萬馬來相見 什麼時候搞到今天 搞了這個五桌 兩桌都湊不滿 對不對 坐在那邊 做困仇誠 看著三桌的酸菜白肉鍋滾滾滾滾滾 我覺得韓國瑜這時候冷暖自知 才知道真正有厲害的人是誰 花蓮王 而且現在結合 你看謝伊鳳 這個馬文君 顏寬恆 這些地方勢力 都不跟韓國瑜站在 韓國瑜後面是張家 對 張家 特別看 顏寬恆沒來 謝伊鳳沒來 馬文君沒來 這些跟傅崑琦都超級好 對啊 所以不要忘記 當初韓國瑜要選總統 傅崑琦是立庭 對 結果你今天你明明知道 我不跟你爭院長 你給我副院長 你給我口湯喝 對啊 對不對 你吃肉我喝湯 對不對 這樣連湯都沒有 對不對 對於這個傅崑琦來講 怎麼可以 這個是奇此大辱 孰可忍孰不可忍 所以說你看他今天就跳出來了 國民黨如果再這樣搞下去 就是注定在立法院實質分裂 好 我們剛剛討論非常非常多 傅崑琦內心的不平 還有我們有位 傅縣長抱不平 可是問題是我們等一下討論一件事 聽說韓江沛這件事情 國民黨的朱立倫並不知情 朱立倫是被突襲的 對國民黨從來不會讓人家死亡 在國民黨好不容易贏下立法院的一母三分地之後 沒想到又開始做內亂啊內戰啊 這件事情我要請教這個敬言 韓國瑜突襲宣布韓江沛 朱立倫一不知情 發生什麼事情 據瞭解黨中央原本是在1月22號的 新科立委座談會才會宣布院長人選 但是到昨天為止 並未具體討論副院長人選 對於突然宣布韓江沛 黨務人士僅表示 對於整體立院的策略有掌握跟默契 至於韓國瑜是不是突襲黨中央 黨務人士說也不算 什麼叫也不算 算就算 不算就不算 什麼叫做也不算 然後呢說其實都有掌握 那但是記者就問啊 那到底有沒有共同推賣江啟臣 黨中央只說尊重立委們 所以重量是講還是要回到這張圖 就是剛剛講的 沒來的比來的更重要 朱立倫系統沒來嘛 地方系統沒來嘛 戰鬥狼系統 戰鬥藍的系統沒來嘛 選個院長哪那麼簡單 你韓國瑜選總統可以靠空氣票 選院長每一張票都是組織票 都是喬來的 你能靠空氣票威脅誰 所以你們國民黨是怎麼了 是真的內戰的是不是 這個我們謝謝一代國民黨專家 夏標夏的好 國民黨永遠不會讓大家失望 這句話本來我剛剛已經寫好了 結果現在講過 這個我要跟大家講 這個這一局是高手過招 大家要仔細認真看 名字是爭立法院爭副院長 實際上背後爭的是什麼 是爭未來的黨權 為什麼是這樣子講 這幾天好像只有一個 搞不清楚狀況的人 叫做蕭敬妍 在那邊說 朱立倫應該要下台請辭負責 表面上這個 有啦 五支張有陪你 對對對 那個真的不要討論 有點丟臉 還有張亞中 三巨頭 反珠三巨頭 就是那些人 張亞中五支張蕭敬妍 雅爾達會議 三巨頭 因為就是那兩個 搞不清楚狀況的跳出來 搞得好像我要被葉原資酸說 你看都是黨內非主流的人 在講這種話 讓我聽了有一點不爽 但是呢 問題是什麼 問題是表面上看似 好像大家都說沒事 朱立倫還說 我聽到更多的聲音 要繼續留下來 雖然大家在講說 他應該有換聽 但不管怎麼樣 看起來表面上 這個水面很平靜 可是實際上 實際上什麼暗潮洶湧 為什麼 實際上非常多人私底下 傳訊息來嘛 而且不乏是黨內 某一些有影響力的人 講說其實我們認同你的看法 只是現在大家希望 以大局為重 所以我們不想要出來講什麼 而且朱立倫這個黨主席 就只剩一年五個月 任內沒有先制首長的提名 是 沒有這個總統跟立委的提名權 所以大家覺得 就讓他當晚就算了 沒有人想要在這個時間 那跟立法院院長有什麼關係 對 那為什麼跟立法院院長有關係 我在講這件事情 第一 韓國瑜 朱立倫不得不講 他他佈這個局真的是厲害 選前他就已經佈好 他怕選後被逼供的局 所以韓國瑜 你去給我當部分區 第一名 一箭雙雕 第一 韓國瑜可能會是有黨內最有實力 要出來逼供物的人 你拿到的部分區第一名 你怎麼出來講 第二 韓國瑜去當了之後 同時 因為傅崑奇過去 2021年的時候 朱立倫就是靠著這些地方派系 尤其是以傅崑奇為首的支持他 他才有機會當選國民當主席 結果選後 因為傅崑奇還是打著說 他是這個親租的這樣子的旗號 去處理一些事情 所以朱立倫其實是覺得 好像這個如梗在喉 但是他有苦難言 他講不出口 但是實際上他對傅崑奇他們兩個之間已經關係 已經有點生變了 那傅崑奇想要選院長這件事情 江湖大家都知道 而且選前我們好幾個立委的候選人 不僅是受到傅崑奇實質上的幫助 有人不是還收到什麼修容組的贊助嗎 而且實際上傅崑奇 到底是什麼是修容組 就是有什麼指甲剪 然後那個 到底有什麼好拿出來 等等這些我也不知道媒體 剪刀也拿出來縮嘴 媒體就把它寫出來 但是要看那個剪刀有沒有什麼裝飾品 金剪刀 有沒有什麼 其實這是你掉的金剪刀嗎 這是你掉的銀剪刀嗎 他是贊助候選人 然後拿去這個送給選民 這沒有超過三十塊 這個大家就有疑問 但實際上更重要的是什麼 傅崑奇私底下很多立委候選人 激戰區 他提供了一些選戰策略 甚至是說對手的一些黑資料 覺得說你可以拿去攻擊對手 他還扮演小智庫的功能 他還扮演這樣子的功能 所以我聽到傅崑奇做這件事情幹嘛 奇怪你是黨中央嗎 你是主發會主委嗎 為什麼要對立委候選人做這件事情 所以傅崑奇的布局很明顯 所以說現在這件事情 為什麼我講說背後真的是未來的黨權 現在很明顯的 傅崑奇這一招 第一他是針對這個 他想要拿副院長沒有錯 但是韓國瑜 韓國瑜現在提前出招 黨中又放消息說 朱立倫事先不知情 韓國瑜今天急著宴請大家 目的在於什麼 朱立倫整理 然後趙趙康派賴次保出來講說 他要去爭取黨團的總召 而不是副院長 看起來現在包含趙趙康在內 韓國瑜在內 朱立倫在內 等等這些人 著眼的是接下來立法院 政府院長這一局選完之後 黨內的權力布局 誰可以拿下政府院長 誰可以拿下黨團總召 因為我們現在黨團總召 是立法委員自己選的 所以黨團總召 今天當然的政策為執行長 未來的主戰場 就在立法院啊 對國民黨來說 我們沒有執政啊 所以說對於趙康康來說 他也已經出招了 忍了幾天之後 現在開始講話 開始指點江山 賴赤寶已經公開宣布 他要選總召了 好 你就去政政副院長 但是朱立倫現在神隱 他有沒有發現他神隱 除了一方面是要躲大家對他的攻擊 另一方面他在等韓國瑜 韓國瑜你來拜託我朱立倫 因為我本來1月22號 我朱系人嘛 都沒出席三會 我下個禮拜一我才要宣布 副院長這件事情 結果你韓國瑜自己 先突襲式的宣布 朱立倫當然內心不爽嘛 但問題是我提名的不分區 我就有13席了 還有再加上有些區域 朱立倫現在就是在等 你韓國瑜要不要來找我談 你如果來找我談的話 某種程度上 你是不是就是要繼續 在黨權上面去支持我 繼續維穩 而且國民黨現在不是沒有危機 為什麼我這樣子講 上一屆2020年的時候 我們雖然只拿他38席 我們那個時候推賴赤寶 要出來選院長 結果最後我們開出來是什麼 我們只拿了36票 然後其中有一票 大家新聞有注意說 好像跑去投了賴品瑜 因為賴赤寶跟賴品瑜的欄位 在上下 因為他是依照這個姓氏排名為主 所以他想說 到底是誰去投賴品瑜 可是你扣掉這一席 還有一個跑票 因為我們現在立法院 政府院長的選舉 我們是不用記名字的 當然大家會技術性量票 上次還是大家有技術性量票 可是技術性量票的時候 我記得那個時候是陳玉珍 在旁邊頂票 你頂一頂都有一個 不小心跑去投賴品瑜了 然後還有一個 不知道跑去投給誰 這是萬一 我們只比這個 我們如果加油軍 我們只比民進黨多三席 如果不崩起也不小心 我要投韓國瑜 結果我蓋到富崩起對不對 畢竟姓氏的比喚很相近 結果又有其他人 不好意思啦 我眼花 這次吳思淮雖然不在 可是可能優先年紀大 然後眼花比如說陳超銘 其實幾歲 然後我眼花蓋錯了怎麼辦 那這個問題 接下來我們要怎麼黨機處理 如果在民進黨發生這種事情 馬上是開除了 在國民黨會嗎 國民黨反正我們就獲犀你 富崩起不怕你開除 對啊 富崩起會不會脫黨參選 富崩起說我就 你開除我 我脫黨參選 對不對 超銘也不怕被開除 對啊 但我必須要講 我認為最後國民黨應該還是會推這個韓江培 為什麼 很簡單 富崩起跟韓國瑜在黨內的分量比一下 跟政壇上的影響力比一下 誰比較大 當然是韓國瑜 韓國瑜直接指定江啟成 而且我必須要講 江啟成這個分量 連今天盧秀燕都出來挺他了 而且更重要的是什麼 江啟成當然你這個觀感上 韓國瑜跟富崩起配 跟韓國瑜跟江啟成配哪個比較好 去街上問一下大家都知道 而且你要兼顧世代 你現在講的是全民投票 江啟成有形象票 現在國民黨只領先民進黨三票 所以現在民進黨也出招了 民進黨據說有三套劇本 來應付這次的立法院院長選舉 我們給大家看一下畫面 我一定要得到黨黨會議的體育 我才有資格來講話 郭桑口是否在搭檔蔡其昌 憑下屆正副院長 院新國會三黨獨國伴 民進黨要搶下龍頭寶座 勢必得和在野黨不做 在民主國家以為 很多個各種組合都有可能 議長 非議長不是那麼 對執政不是那麼重要 我是北界的議員長 民進黨要怎麼樣來 未來的法律 被動這個政策 在中國的民主 很關鍵的指導 就連接受平面媒體專訪 游錫坤也談民主國家多黨不夥伴 小黨擔任議長 是民主政治的常態 言下之意 難道龍頭之爭 有機會白綠合 我心中的首選還是有常配 但是我們也不排斥 跟其他政黨的合作 綠委不會演 有機會綠白合作 就連林俊憲也拋出 讓最大聲的當副院長 從此把立法院音量調小 還喊話如果國民黨 有足夠智慧的話 被解讀 讓黃國昌擔任副院長 間接削弱民眾黨戰鬥力 最了解綠雲龍頭之爭 有三種劇本 第一種推出郵昌配 除了自己人 51席支持外 還得再爭取 6席支持才能過半當選 而第二種綠白合作 擊敗國民黨組合 最後則是民眾黨自推人選 等於保送國民黨 可能推出的韓江配 不過10點8的柯總召強調 民進黨只有一種可能 在這一集上來其實 就當然是一個暢退 人長通常是一個 支持支持 總部贏就要認 這個是一個羞辱的印記 非常好 可以在我們身上 柯建民說的斬定截鐵 沒有主動還在意合作空間 只是柯建民和藍白關係好 立法院長又是不記名投票 難保不會有人被策動投票 不會籠籌改選這集 如何布局 對你來說 明明難以 昆仁大哥我要請教你 因為你這次也是有投票權的 其實我也是院長的候選人之一 對 可不可以意外出 意外當選 不一定 上次賴平雲都有一票 您膨脹的好不好 您膨脹 不是說就資格來講 我的意思是 現在發現民進黨也出招了 民進黨前面幾天在拔草官風向 看一下藍白之間的互鬥 第一個 由院長出來受訪了啦 不排斥白綠和 由院長說小黨擔任議長民主政治常態 這件事情三套劇本 說民進黨現在內部有三套劇本 第二劇本過半再多六票 這六票就是硬要去拿的 硬要去拿來的 第二套劇本 綠白和攻陷藍營 然後第三套劇本 第三套劇本 最誇張 那就是最糟糕的 民眾黨自推人選 保送寒江沛 這有三套可能 所以你現在聽說 到底我們在開會內部到底是怎樣 老實講 我們是按照規矩的一個政黨 我們是一月二十九號 開黨團會議 然後當天開會才會確定說 這個院長的這個副院長的人選 那到底要是怎麼樣去推 剛剛為什麼提到說 我也是院長或是副院長候選人的人選 因為我們一百一十三席 這個我們投票是這樣子 記名投票 那所以我們所有的這個立委候選人 都是院長或是副院長的這個當然的人選 那時候譬如說今天我們要投尤錫坤 那當然我們就群體一致就投給尤錫坤 然後副院長投給誰 那群體一致投給誰 目前我老實講是真的 我還沒有接到任何的訊息 所以你講的那三套劇本 我也是看媒體才知道的 那所以說現在民進黨裡面 外面來講說這個有什麼白綠 綠白或是說這個民眾黨就自己投票 然後各推各的 那民眾黨自己投票 就是等於保送這個國民黨 就是保送國民黨 那就民進黨立場來講 責任責任自治 政黨政治還是責任政治 責任政治就是說你未來你民進黨 你在這個立法院裡面 你當然現在是第二大黨 你沒辦法去主導整個的這個立法院的 不管預算政策要 但是你怎麼跟其他政黨合眾聯合 來這個來推行 不管行政院長或是這個賴清德總統 他要推行的政策 這是未來 不管是這個院長副院長是誰 總召很重要 真正在主導的這個整個黨傳協商是誰 是總召 柯建民的角色 對 那所以說現在為什麼剛剛有人提到說 這個傅崑奇他的喊牌 好像是說現在是要喊這個副院長 但是有可能他要的是總召這個位置 其實總召是真正在做協商的 在這個做這個草野協商的一個重責大論 所以我認為未來不管是院長或是副院長 有可能是誰 不管是白綠綠白藍的 或是說這個不管是誰 但是我認為總召的角色 一樣很重要 很重要 那所以說現在就是說 你看有很多的這個風向 在一直在講 就是說民進黨有可能跟誰合作 民進黨這個 甚至有可能跟白的合作 或是怎麼樣之類的 那今天游院長也有提到說小黨 小黨這個當這個院長的機會也很大 但我是覺得說他 他是講是一個可能性 不是代表說未來就一定會怎麼樣做的 所以我是覺得說在民進黨來講的話 沒有像國民黨到現在還沒有開始 這一個在討論之前就把人選都推出來了 然後就開始這個黨內就開始有不同的意見 甚至演變成說黨內的一個風暴 這個風暴有可能 現在不管有沒有假投票 那至少在副院長這個人選裡面 已經有出現兩個人選了 兩個人選 那就看國民黨他們怎麼去喬 現在如果對副院長有意見的話 其實也是對韓國有意見 因為這個江啟成是他找的 所以你說對江啟成有意見 其實就是對韓國有意見 所以說現在就國民黨內部來講 我覺得一個風暴 那個風暴不論是說 是要卡這個未來的黨值 這個黨內的這個黨主席 或是說他們現在裡面這個立法院 這個院長副院長或是總招人選 我覺得他們的問題都比民進黨還要大 我跟你講 我也不用政黨提名 因為政黨提名只是個默契 我跟你講搞不好國民黨 今天只有15票去投韓國瑜 其他的39票搞不好投副坑齊 你怎麼拘束他 你怎麼拘束他 他就投啦 我就投副坑齊副坑齊 你國民黨怎麼辦 有可能發生 不過這是記名投票 也都知道是誰在投票 直接政變 你朱立倫敢開除嗎 開除你黨團解散 我之前有這個可能性 我名單上不是只有 副院長是 副坑齊是一個名單 然後民進黨提名 就是你有真的投別人的空間 對你可以投別人 你有別的選擇 總統選票 就是一組一組一組 沒有我們選票 113位都在上面 真的是有投錯票 上次就有人投給賴品魚了 對啊 而且那天什麼 早上發燒啦 吃錯藥啦 手抖啦 怕去真摯症 這種都很多理由 小尿尿 對嘛 理由很多 但是這個東西 就給副坑齊相當大的機會